早晨 今天是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天海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中美政券研究部的执行董事王伟豪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始 Rofi 今天大使有什么焦点? 我想焦点一来是大家对于外围的水土有雷的降温 美股就很强 一来就留意着是否破顶线上 有没有机会这样出现 甚至是港股 究竟是否跟随着是最关键的地方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分析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做好的 导致升超过500点 美国7月份的零售销售 和上星期新生命失业救济人数的数据 都比市场预期好 舒缓了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三大指数高开后持续向上 导致最多升582点 收市升554点 升幅1.4% 标指升1.6% 收报5543点 纳指上升2.3% 收报17594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7%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Tesla上日升6% Meta和Amazon向上 Wallmark上条全年业绩展望 股价也升6% 创出新高 Nike被维权投资者 Bill Ackman增持 股价升5% Alter Beauty 获巴棍增持股价大升1.1% NVIDIA上日升4% Cisco经调整会股盈利好 比市场预期 并宣布全球裁员股价向上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做好 京东业绩好比市场预期 ADR比港股高近6% 折合105.26% 阿里巴巴的ADR先升后回 比本港收市略高1%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3% 比亚迪和友邦都比本港收市高1% 亚太区外围的情况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组段升超过2% 升超过800点 升863点 去到37,590点 首尔综合指数升37点 升幅超过1% 西尼普通股指数升104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38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升180点左右 恒指在17,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本就跟Rofi谈谈 那个港股的情况 现在谈了个外围 美股昨晚又再开派对 道指星期三重上4万点 昨晚就再升500点 纳指昨晚跑人大市升2% NVIDIA过去四天累计 升了17% 今个星期连续几天都有帥哥们的数据 之前有PPI、CPI 昨晚零售销售和就业的数据 都是好过预期 先说零售销售 7月份零售销售 按月就升1% 市场原本预期只升0.4% 最新的数据就叫大幅好市场预期 6月的时候 其实当时零售销售是向下的 跌0.2% 所以今次转正在大幅好市场预期 解读就非常好 另外最新公布的新申令失业救济人数 是连续两个星期向下的 最新数据是22万7千人 是7月初以来的低位 亦是少于预期的23万5千人 这就是看到两个数据都显示经济是一个好的状况 外电形容最新的数据是 recipe for soft landing 即是说最少暂时 对硬着陆或者经济衰退的忧虑 就是有比较大的舒缓 上星期初 我们说的是黑色星期一 有一个大跌 最新的情况其实已经修复了 道指、纳指 8月1日和8月2日 两个大列口向下 那两个列口都补回了 还有道指距离7月的高位差3% 纳指也是差5% 你为什么解读最新的数据呢 除了昨晚那两个之外 PPI、CPI都可以一拼说 还有美股今年内 你觉得再破顶的几率是否也颇高 如果短期来计算 如果接触一些数据 我想没有像上星期一之前 曾经那一刻害怕衰退的情况 或者数据突然有一两个是差得很重要的那种 没有这样的出现 短期来计算再轻轻高一点 其实机会性是高的 甚至如如你所说道指标、纳指等等 全部距离定位 其实只有几个百分比的差距 可能一两晚都能做到这个情况 所以你说破一破顶或试试高位 反过来从现在的情况上看 那个机率又是大的 当然我想也是那句 是强的 没办法 你没办法不承认这件事 从上星期一说 像你所说的黑色星期一 怕一些小股灾 又说一些衰退 又怕日元拆仓 过了个几星期到今天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没办法 我认为市况就是这样 可以大跌亦可以大上 起码的动力 所谓的资金流 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只要对于刚才说的衰退 个人的忧虑没有重新出现的话 轻轻再扯高点 有这个条件 但始终我觉得 你问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看 我觉得到了这些位置 特别经历上星期试过这两下 其实你又真的不能完全排除 这个经济 不要说是否衰退 可能转差的可能性 因为当然上星期 执着衰退的项目 只是说失业不得的状况 又是说三无规则 但如果计算其他指标 或者过去这两星期 出其他数据上去看 例如零售也好 或者之前说的服务业 ISM指数也好 其实全部都没有这件事 所以不是说太明显 一定衰退 但某程度上 经济环节 各种活动 是放慢了转弱了 是不出奇的 所以之后 我应该继续留意着这个状况 如果说没有出现的 那当然 肯定是会继续比较强 而且我想也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就是反过来想 假设整个雲工经济 没有任何差的情况出现的时间 你说真的 资金里面可以配置去放置 你放置不同的股市来说 你会选择什么股市呢 即是变成这种东西 又会做走 为什么 可能是美股 或者甚至区浪人日股 这些会弹得比较快 因为吸引性会比较大 最主要是经常都说 有主题 例如美股的主题 也就是科技 AI 起码有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刚才提到 整个看法的观点 没有再转差的话 理论上说 再试试高位的机会性 偏大一点 即是现在 譬如说 未去到高位 但又低位 又是一个不少的反弹 现在入市 你又觉得 是否一个适当的时机 其实现在入市 当然 我想部署或一个策略 就和你 可能过几两个月前 或者再早一点 之前来说 会有点不同 即是一来这一阵 都打得急 而且二来 说真的 你论估值的角度来计 其实美股一直都说 不是特别便宜的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去入 你就很难 觉得 一买下去 就不用管了 可能那段时间 就去到很高那种 未必是这种 我认为现在的格局 会是比较波动一点 即是波动得来 如果是起飞向上 但会比较矿 所以如果你说要部署的话 看看你是否很短炒 如果你说可以 就顺势去跟 否则可能等它 有机会多一下 下降低一点 才去想会好一点 还有正如刚才说 另外留意着 就是可能在数据情况之外 特别也要提到 就是减息的预期 因为其实 过去曾经说 害怕衰退 害怕性 其实再拉开一点 就是害怕了一个很大幅度 很急剧的减息 又是说急剧的减息 但是现在 亦是正常化了 如果你看出了昨天的数据之后 如果你看最新的Fatwatch那边 其实九月份股仁减 正常减少0.25a 即是七成多的几率 这是很正常的 还有本来年底股仁减 每个月份股仁减少0.25a 现在不断地缩少0.25a 所以理论上说 就是九月过年之后 可能11月12月那两次 议息会 只要刚才说的 这些数据没有突然 再有什么脱漏的话 没有令整个减息月期 有一个很急速的升温 其实市场未必有太负面 是的 也要观察住 因为除了那些通常数据 现在的就业数据 好像官员也看得很紧 每个星期都会公布 现在连新领失业救济人数也说 对吧 而且市场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也要看多些数据 才去判断经济最新情况 我们先看看港股上天的表现 再开个图 和二统平均线给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继续是 方向未很明确 成交就稍微上升到接近900亿 恒指昨天是低开105点 一度跌穿17000点和10天线 但内地公布三头马车数据之后 A股就做好 带动恒生指数回升 恒生指数收市 就是有一个 内地轻微跌4点 收报17109点 国指升10点 收报6035点 科指上日收市跌11点 收报3384点 大股全日成交是880亿左右 北水再次转为淨流入 金额是66亿3000万 有再买入指数ETF 刑户基金最多北水淨入 有25亿6000万 腾讯业绩好 大股价向下 北水由淨流出 转为淨流入 上日金额是8亿4000万 中移动持续有北水淨入 金额升到6亿1千万 南方科指ETF和国指ETF 分别有3亿8千万的北水流入 中移动于2010万 西小林日之中 准备封度产生 温暖身之后 約6000万 6000万 107000万